我求求你们了 那种日节逼王兼职公子哥能不能不要出来干活了 今天咱们本身开开心心的出去接个活 被一对奇葩小情侣整了一肚子气 那是纯纯装逼王啊 咱们也算出来闯荡江湖这么久了 可是出门打工带女朋友装逼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今天咱们接了个冲场的活 熟人那里接的 人家一下午给80 然后咱们给下面发的是60 一共就用12个人 咱们11个人抽水能挣220 加上自己的80块钱工资 一下午就能每滋滋的挣300 发不完根本发不完 本身是一件挺开心的事 半下午的活 咱们下午早早的就过去了 结果有个迟到的 其实这也很正常 咱们也没当回事 因为一般用12个人的活 10个人也就够 多刷那俩就是提前亮 咱就许一次不来就不来了 少挣20也无所谓 结果距离一开始说的时间 都有半个小时了 然后又过来了俩人 这就很奇怪了 缺一个来俩 然后我就在那群里开始对人数 一看没错 就是缺他自己 然后问那人什么情况 他说没事 这是我女朋友带着过来玩的 然后那个语气呢 就很狂屌急拽 你们知道吧 就是慕容云海那个感觉 然后咱就跟他说 那你这带一个人也没有工资啊 而且你来这一趟迟到了 咱既然迟到了 得扣钱扣10块 然后那哥们头都没抬 可以没事 我们就来体验体验生活 他们那种屌屌感 直接把我给屌服会了 因为这个活不太方便拍 所以当时我也没拿手机拍摄 我给你们形容一下 是什么样的两个人吧 这个屌哥呢 是个长相酷似农村国宝的那种人 黑黑瘦瘦 嘴唇极厚 她那个女朋友呢 长得很奇怪 长相咱们不多做评价 不礼貌 就是胡子很长 穿着打扮着用力 但贫穷 可恰不住人家俩很屌 就那种互相拥有 就不怕失去全世界的那种屌 你说他屌就屌吧 反正咱就是出来干个活 你屌点跟我也没啥关系 可是俩人在那恩爱起来了 本身咱这种活动冲场 实话实说也不用干啥 就是在那好好的坐着 看那俩人一会儿都不老实 爱得很深 然后以前在用人单位那边管他 还不听 又非要在女的面前 笨疮那种 弄得咱们就很难做 没有办法我用他喊出去 跟他说你们俩别这样 就是老实在那坐着 一会儿就完事了 结果那个吊哥还没说话呢 他那个承虚小娇气 突然不乐意了 冲过来就臭我喊 哎呀那个画面 跟李葵似的 你们想想吧 李葵穿个花裙子 绿底的 然后下面穿一条光腿神器 哇呀呀呀呀就冲过来了 就是一抹胡子那个感觉 你怎么跟我老公说话的 其实很足够 我直接把咱给懵了 我差点道歉 我就想不对啊 我找你们来干活的 你们不听安排 我还不能说了 就跟他说要是干不了不听话 你们现在就走了 反正也没工资 大女的又好选了 走就走 那你也不能这样跟我男朋友说话 我们又不差你这点钱 我男朋友一双鞋都三百多 就看这个话 那个气势 当时又把我给震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没反应过来 就下意识的也觉得 他一双鞋三百多很厉害 然后在他发呆了有十秒钟 直接把咱的CPU给干烧了 啊他好厉害 一双鞋三百多 啊好厉害 好有实力 我是不是不该这样说他 有点不太礼貌 不太尊重 就懵了 你们知道吧 我当时整个人就懵了 李奎姐看我懵逼的样子 一股趾高气啊 哼 仿佛在说 怎么样 被惊到了吧 这时候更加烈的来了 小哥伸出手在她女朋友面前 往下压了一样 就这种 我给你们比划一下 就这种 逼掉 逼掉 不要像这些烦人 扣漏咱们的身份 逼掉 然后又拍了拍我肩膀 仿佛向安慰我一样 别害怕小伙子 我不会怪你的 然后再回去了 啊 然后他就张回去了 穿着她三百多的鞋 头也不回 跨着你 你会姐回去了 啊 回过来神之后 我冲进去 揪着他领着 把他从柜屏使操了出来 直接跟他说 滚 然后他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我 那表情仿佛在说 一疯啊 你敢这样跟穿三百多块钱鞋的人说话 咱回给他了个更坚定的点事 并撸了下袖子 没等李奎姐说话 就关门进了屋 后面发生什么 咱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后面说到的最爱一场东西 他很危险 要是干着有困难的事 那就不该你干 就比如咱们今天这个美滋滋的烤地瓜活动 刚刚睡醒 就被胖竹子喊出来了 他说要带咱们去体会一下独属于秋天的浪漫 烤地瓜 这种活动 我感觉没有那个男人能拒绝得了吧 一个是点火 一个是搭棚 是我从小最喜欢干的两件事 这个毛病到现在也没改得了 按我的爱好来说 最适合我的职业应该去烧锅炉 多奢侈 一看就是自己家的核桃地 咱们在这儿烧核桃 烤地瓜 对了 再多说一句 咱们烤地瓜这地方很安全 属于胖竹子家的后院 而且也是做好了安全措施的 把地瓜每滋滋的裹上一层锡纸 等火烧完 咱们就可以开始烤烂了 你们头段时间都得刷到余温量了吧 那个小老哥 头段时间热榜前十名 甚至有四个五个都是他 在这儿烤火的时候 咱们正好聊起来这个事 他是为什么火的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你要说他有没有团队 反正按照我对于短视频的理解来说 他没有 就是纯纯的被命运的指针 选中指向的人 什么引起共鸣了 人人都是余温量 这都是虚的 其实都是虚的 你要说大原个 那是绝对的一例正道 没啥说的 正正经经的有实力 包括小阿调 斩亚鹏先生 那都是人间清醒 聪明人 他再说装疯卖傻 当小丑 其实他哪一步走得都很稳 哪一脚踩得都很准 这种东西 天生骨子里他就会 余温量 他靠的就是命 靠的就是欲 这可不是贬义词 这俩字 在能干成事里面 是最最重要的条件 真的老根本 你相信我 这不是不正能量 不是劝你不努力 这个世界上咱们能干成的事 绝对不会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那百分之百都得来全部费功夫的 不说前三位大佬 哪然自己举例 我现在可能全网三百来万粉丝 多吗 不少 实话是说不少 可是你问我累吗 费劲吗 我爱说实话 这不费劲 焦虑那是正常工作上的 一定会有 可是你要说 这中间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没有 真没有 有困难我干不成 什么事才是咱们真正能干 适合自己的事呢 就是那种你干起来 出奇的顺利 而且自己感觉非常简单的事 学生阶段不做讨论 学生就该好好上学 咱们说的是步入社会之后 你觉得一个事 一个工作 你干起来很难 很不顺利 咋干咋不顺 咋干啥烦 那这个事 它就不是你该干的 你干也干不成 不顺就是不行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基因得五读书 他俩能站前面 你不服不行 每一个成大事的人 打上人企业家 说起来他的初期 那都是很坎坷 但是他的坎坷 是跟他现在的辉煌比的 谁的发家时 你抛开了看 他们个个都跟爽文似的 玉山屁山 玉水开水 雷军最惨的时候 账上只有40个亿 就算是我这种小小卡拉密 那都是走大运的 我做短视频 第三条视频涨了3万 我现在也可以回过头 说我很坎坷 当时每条视频 只有区区十万播放 你看这东西咋说呢 不行不顺 烤个地瓜都烤不熟 四个人在这折腾一下午 地瓜埋进去了一个小时 拿出来跟冰镇的似的 又费劲又没结果 真是谁 好事多磨 那是相较于他的结果来说的磨 整体来看 好事从头好到尾 就像今天能烤地瓜就不顺了吧 晚上阿虹又喊着一块 去尝试大学生玩 他跟咱们说他女朋友的老边 到这之后 可以喊出来几个朋友 一起去玩耍 这种东西 岂不是比烤地瓜 还难以抗拒 可是结果呢 刚来他就被放了鸭子 开头就不顺 本身说着美猪猪的一块吃饭的 结果没约出来 根本没见上 三个人就很无助的 被晾下了长青大学生 没办法 根本没办法 从胖厨子的这渴望的眼神中 你们也不难看得出来 咱们对这次约会 抱了多么大的期待啊 可是不顺的事 他就是不顺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期待啊 你努力啊 没有用 不行 就是不行 最后阿红老哥为了弥补咱们 说今天晚上 他请客吃饭 找了家饭店 这菜啊 您是一吃一个不支撑 十里八强 少见的难吃 这锅包肉竟然是鸡肉鸡的 钱也没少花 鸡也没少费 妥妥的给咱们吃一谋了 不顺 他就是不顺 凡决辛苦 皆为请求 真能成的事 必定一番方顺 爱情他如是 真是幸福安稳 能一直走下去的爱情 从开始他就差不了 瞧上那一眼 基本就是王八看玉斗了 一定没有说强牛的瓜 舔狗三年 他不得好死 真爱 他就是一路坦途 默然回首 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顺其自然就行 好事得来全部费功夫 看看余温亮 感受一下万般皆是命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别强求